4月25日 一任林佳馨 以法国五月文化大使身份 出席罗浮宫真品展览开幕礼 佳馨今天不仅是来参加开幕礼 而且还担保了一个重任在身 重任就是要跟大家呼吁 一定要来沙田的文化博物馆 因为真的是很难得 因为法国的罗浮宫的展览来到香港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展览 因为它可以在两个厅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快看过去的800年 罗浮宫从皇宫到现在的世界最大的 也最有名的美术馆的历史 佳馨早前特地飞去巴黎罗浮宫 在休馆日跟随私人导游观赏真品 深感是一次非常梦幻的旅程 这个是我人生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事情 因为真的是连我法国朋友说 很难得能够在休馆那一天 让你进去罗浮宫去参观 佳馨的女儿深受其寻陶 对艺术这方面也蛮有兴趣 佳馨表示一定会带女儿来参观 让女儿增长一些艺术跟历史的知识 有一些片段影片让小朋友可以更容易了解 罗浮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一些游戏啊什么 所以那个教育区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一定会带小朋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anni公司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